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喂喂 可以听到吗 我是钟风华 声音可以听得清楚吗 好 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课程呢就是 有关于那个 氛围当中的一个素描关系和色彩 他们之间的一个联系 我这个YY 之前我有讲过几堂YY课 这边是一个直播 然后在线上这个讲的也是比较少 太久没讲了 有点不太习惯 因为我主要是做的是实体的 不是线上的 所以实体的话我是跟 乐客猴呢在厦门有一个 就艺术会 相信大家都听过 我是属于主要讲的属于是人物这一块 场景的话呢 我有画过一些 在画的不是很多 而我画的时候比如说人物跟场景有时候会经常会一起来画 这里的话我们像像我在这边的话呢 我教的主要是人物 所以说我更多的可能跟设计有关的 后期会去带一些比如说人物跟场景 这样的一个插画 分为稿之类的 然后 现在有听过我们艺术会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边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 有关于 比如说 氛围当中的一个素描关系和色彩之间的一个 关系 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联系 我在这里呢 因为当然我们大家都很崇拜西岸 我就拿西岸的一个作品来讲一下 这个有关于明暗来讲 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的作品 我们知道说 它很多作品的观感很强 那我要表现这样的一个观感呢 事实上呢就是你从明暗上来讲 要压到多低 这个有时候我们平常 我们经常会看画 不断地看 不断地看 但事实上很少把那个 它的作品放到那个 Photoshop里面做一番研究 比如说 我拉过来 然后用那个 吸管工具 吸一下它的一个 看一下它的明度 有的时候没有图像 好 可以了 那比如说我把这张画拿过来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比如说它的明度 这个明度是什么样的明度 比如说我看一下 观察一下 大概在这个明度 观察一下这边 这边 这个首先我们先从它的明度着手 先看一下它压到多按 但事实上呢 这个就是我们 我们要注意的 它明度压到什么程度 事实上很多 有很多那个明暗调子呢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大 就好像比如说这个 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明度呢 吸一下这个调子 球 然后呢 这边 这明度其实很低 但事实上呢 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敢压到这么按 可能主要的一个经验就是 更多的是 比如说我建一张 这样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呢 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白色 更多的是白色 所以在这个白色里头 我们很难 用很深的调子去压 一旦 比如说 一旦我用这样的调子压 这个我可能看到的 稍等一下 我那个 试图板重新拆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明度 这个明度呢 其实看起来非常低 低到可怕 基本上看不出 它的固有的一个色彩景象 我们现在 比如说所看到的这个颜色 这个也有的一个色彩景象 不亮 这个也 这个也 后面有没有 嗯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 我关掉一个显示屏 因为我那个 绘图板是插在那个屏幕上 那关掉的话呢 现在我这个 板要重新弄 这个鼠标有点卡 这个鼻一样弄得有点卡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就非常深 这个颜色非常深 但我们不敢压到这样的一个明度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其他的 事实上呢 也就是说 很多 明度呢都是非常低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先看这个缩裂图就好了 小的缩裂图 这个明度 这边的明度 其实都很低 而且这个呢 其实 说真的我们 我们对光的理解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理解 比如说光打过来 再进行反射 有一定的反射 光打过来 再形成一些慢反射 让这边会有光照射 但为什么会这么暗 其实我们有时候呢 在 可能我们想的 这边肯定会有一些反射光 而且 在反射光的情况下 它一定是挺亮的 我调一下分辨率啊 这边回来 最最高 有没有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我打开一张图 现在看一看有没有比较清楚 那我们开始了 首先有一点就是为什么说 这个我们先讲一下就是一个明度 所以现实当中很多调子呢 明度是非常深的 明度是非常深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敢压到那样的程度 比如说我拿一张 比如说如果拿一张照片来讲 如果拿一张照片来讲 比如说我们用以前的一个摄像机 拍出来的 那其实暗部是非常暗的 但现在的一个 可能有数码相机 拍出来暗部有非常多的细节 但有一点就是 它观感就没有那么强 那我们其实在画的时候 我们要模拟那样的观感 其实暗部是要牺牲非常多的一个调子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要压到什么样的程度 那也就是说暗部 它有几个调子 就必须去削减 有可能就几个调子而已 我们就是要注意到这一点 我们说经常说 比如说从树苗的基础来讲 暗部需要削减它的一个层次 层次越少 那调子会来得越真实 因为从亮的暗的 这些对比关系来讲会比较清楚 比如说从亮暗来讲 我们如果亮部是一种曝光来讲 暗部呢也许会有很多曼反射 就是比如光很强 打到这个周围再进行反射 就会形成一些比较丰富的曼反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有关于它的明暗关系 但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通过光去理解这些问题 比如说我在什么样的氛围下 光的强弱 它打过来的光的强弱 然后直接影响到这周围 这周围能够有多少光进来 这是要考虑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是夕阳的 但是问题是这个明度呢 我觉得这个明度先会复阳低 看一下用吸管工具看一下 这明度 我们看到这个明度几乎是 这个几乎是零的 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 偏灰色的这个衣服 可能十一还有多少 那皮肤的话呢 肯定比这个颜色更亮很多 当然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九 那这个其实只是告诉你一个方向 具体的不是说我告诉你一个数值 数值表现只是在这个 这个范围在什么样的光影下 它应该压到什么样的程度 就好像比如说我拿一个 我拿一个光线比较强的 然后我们看看 这个光线就比较强 接近夕阳光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剪影 明度其实也不算是非常高 这个剪影关系呢还是比较明确的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当然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这个剪影其实 在特别暗的环境下 特别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画到那种光线比较弱的 比如夕阳光呢 又会走霓虹灯光呢 在这个氛围里头它只有霓虹灯光 那我们看到它的暗部或前沿 就基本上都非常低 明度非常低 那只有明度这么低的情况下 它才感觉到 我们才能感觉到它这个一个真实感 所以说这个有 跟这个光 这还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讲的 只是先从它的明暗入手 也就是说我先理解一下 应该我明度应该压到什么样的范围 因为事实上的很多都停留在 不敢压 不敢把它压暗 但是我们所说的压暗 并不是说我压到零 这样的一个程度 比如说我可以预留一个明度 因为这个明度呢 比如说我们一个颜色的饱和度的一个区间 比如说我停留在这里 这个颜色如果零 它其实就没有色彩表现 如果是五六和多少 这样的它其实有一个色彩的一个 倾向 我们有一个色彩的辨识度 所以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 那这个像比如说 有时候呢我们看到一张画 明明其实光线其实蛮充足的 但是事实上呢 它很多地方都压得非常安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 可能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尝试 但对画画来讲 我们虽然有这样的认识 我们还要 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比如说我可能 去做这样的尝试我会发现 这样对我们的画面来说呢 会提升不少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考虑 然后光线强与弱 光线的一个反射吸收 就好像比如说我就 那个还有一些固有色的明度 这些都是关系到画面的一个明暗关系 明暗和各种不同的一个固有色的明度表达了 那当然我们 我们比如说打开一张画 它里面呢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固有色的明度 这些固有色的明度呢 我们是要去 平常要积累观察的 积累观察 就好像比如说我去 平常多去留意一下 树呢是什么样的明度 草地呢是什么样的明度 墙壁呢一个灰色的墙壁是什么样的明度 在整个氛围里头呢 它们之间的层次对比又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我们平常 做一个进屋学生 我们会看到很多那种各种不同的一个固有色的明度 这些固有色的明度呢是不同的 但是它的区别 它的明度的一个区别有多大 这个是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我们比如说 就好像一个草地 一个树 其实它明度的跨越度非常大 跨越度非常大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看到这个明度呢 跨度这么大的话呢 但是跨 这个其实是很抽象的 抽象 就比如说它明度 它的数值表现呢 它可能拉得非常开 但是我们只能 只能感受到它是拉得很开 但至于说拉得开 有多大的一个数值表现 它的距离有多大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直观感受 但是很难去用柱子自己衡量 所以说但是我们知道 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是合适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说怎么样的表现是合适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在画面去呈现这样的一个感受 画面呈现 也就是说平常我们有一个长期的一个视觉经验的积累 这个是指导我们 怎么去实现一张比较真实的一个画面 所以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 在怎么样的一个氛围下 把暗部压到什么样的程度 暗部呢 然后不是之前我们比如说 接受到一个传统的一个绘画的一个理论 有些理论上是怎么讲 比如暗部应该是 调子应该是很微妙 我们所说的微妙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暗部的调子应该是比较少 比较少 也就是说它其实明度关系呢 色阶之间变化应该是很弱的 比如说这里色阶变化都是很弱 都是弱对比的一个关系 这些弱对比呢 给它实现出来的一个效果呢 我们会觉得看起来很平 但事实上现现真实的现象都是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平不平 这个主要是看光的一个反射跟吸收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有光的一个 一个例子 光有什么样的反射呢 比如说光光在这里 然后呢打到一个表层 比较那个粗糙的一个地方 这粗糙的表层当我放大它的时候呢 我们会感受到这种颗粒 但是光线从这里过来反射 平行光过来 然后打到这里的话呢 它反射的可能往这里出来 这里的话呢往这里出来 这里的话这个可能大家都 都并不会说很陌生 这个肯定都接触过 假如说你可能对这个光影的这个东西 这些理论的东西呢感兴趣的话 这一定听过 但听过的话呢 我们事实上很少去用 就好像我懂了这个道理 但是用的话呢就很少去用 我们说到用 其实更多的是 我们要了解它 那个光线的一个接收的一个原理 比如看看这个 这张 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粥 这个岸部是很平的 为什么说平 主要是比如说 这个光打过来 这个光或许会打到里面 因为它比如说或许没有打到里面 它可能到地表 再反射 反射来反射去 然后再加上 打到的一些粗糙的颗粒 它光线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看这边的光线 光线是 是没有一个 我们很难说 它是从哪个方向过来 那为什么这个会很平 这个可以解释了 因为事实上呢 它每个面所接收到的光线 有可能是很平均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概念 为什么老师画得很平 那事实上 那是因为它接收的光线 是比较 那个比如说光线是比较均匀的 各种不同方向打光 那当然是均匀的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 在画的过程当中 不要觉得 我非得要画得非常有体感 觉得因为我们传统会画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可能教你 我们可能接受到的一些传统知识 就是你要画立体 要立体的才是 才是真正的一个 比如说可能比较成熟 我都把东西画得非常立体 但是事实上你要想想 这些光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我就拿这张来讲 我们看到是不是很平 确实是很平 没错 但是平 为什么会要这么平 因为事实上呢 它这边 没有多少反射光 而且 就算有反射光 也是比较 慢反射是不同的一种光线反射 而光线呢 其实它是没有 没有一个规律性的 它可能这些光线呢是一种很多 很丰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它呈现出来的就是属于 比较平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要 我们对于一些人物跟那个 在特定的氛围里头呢 去画一个人物 画一个东西 画 先考虑的就是一个剪影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点是要先去做考虑 比如说我在什么暗的一个环境下 我这个明度呢应该压得更暗 压得更暗的话呢 当然 你要考虑到的是 这个固尔色是很深的颜色呢 还是颜色比较浅的 可能我们要去考虑这一点 颜色比较深的呢 和比较浅的 又或者说它就是一个白色 但就算是一个白色的话呢 在一个比较暗的环境下 它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明度 所以这个也要考虑 很多颜色就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需要考虑先把树苗关系呢 做对 然后其他的颜色是通过这个明度对比来呈现的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那个 它如何去呈现 比如说看看一些 比较代表性的 我选一张 选几张比较代表性的 这张 这张比较代表性 可能你们看到觉得 这张好像也没什么呢 但事实上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明度的关系 我用吸管工具 吸管工具 吸一下这个周 那个环境 看看这里 比如说看一下它的明度表现 这个明度表现 我经常用这个 这个 这个 看一下这个明度表现 然后接下来 再来 明度表现呢 它肯定夜静 肯定有夜暗 这个 这个道理大家 应该都明白 但我们看看这个 一些它的一个 饱和度的变化 饱和度的变化 饱和度其实在 在做一定的变化 但是我们再看看它的 它这个色彩倾向的变化 好像没变化 虽然它有一点点变化 但其实好像没变化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其实在一个蓝色的氛围里头 光我们是有反射跟吸收 有分解跟那个 比如在一个蓝色的氛围里头 它 能分解是什么 比如说它只能分解蓝色 只能分解蓝色呢 这些颜色 将是被蹭脱出来的关系 比如说 绿色的树叶 绿色的草地 这个是只是分解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颜色 其实是 就被分解出来的一个颜色 我们看到的绿 就这样 这个听了可能有点 我看有人都说 听了有点放困了 这个 这个确实理论是东西就是这样的 因为比较 比较枯燥法味 但是你要研究进去 比较 因为这个我是觉得很有趣啊 你们听了可能会有点 这个 这个东西听了 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更多的就是在运用上 然后我们再看看一些比较 对比比较强烈的 比较神奇的 比如说还有另外一张 有关海边的 我看看那张海边的是在哪里 这张 这张我觉得很有趣啊 比如说这张 我们看到 这个颜色 我先不用吸管去吸 但是我看到这个颜色 大家会觉得什么呢 可能就是褶石 也许就会觉得这是褶石 然后看到这个 就觉得是黄色 那这个呢 那可能也是褶石的一个偏红一点点的颜色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还是用吸管工具 一吸一下到底它是真的是什么颜色 我看看 你看 等一下 蓝色 但是明明是褶石 但为什么是蓝色 我再吸一下这边 是不是眼睛出错了 我看看 还是蓝色 那这里的话呢 又是蓝色 又是蓝色 眼睛出了问题 我觉得你们眼睛没出问题 我的也没有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呢 主要是 这个颜色的对比所产生的错觉 产生错觉 我们这个就应用到一个颜色的吸收跟反射的原理 吸收跟反射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在一个白色的光下面呢 它可以分解出各种不同的一个固有色 我们看看这个白色光比较多的情况 固有色很明显 很明显 比如说绿就是绿 红就是红各种不同的一个倾向 非常明显 但是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只有一盏蓝色光 白色可以分解 蓝色可以分解出其他光吗 它没办法 那没办法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边 既然没办法那它分解出来的 它只能说是反射的强与弱 是吸收掉了 有的就完全吸收掉 没有反射 比如说这些都完全吸收 没反射 但是它仍然有一定的蓝色的宝度 这是因为空气还有蓝色 所以它呈现出来的就是有这样的对比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颜色像是褶石 但事实上呢 这就是在画面里头去呈现颜色 是属于属于应用上的一个问题 但是从原理上来讲就是这样 比如说蓝色 我们没办法分解了 那只能靠对比 那这些对比呢 就只能说这样的去呈现 我们再看看其他的 这个我觉得 这个是颜色上的一个反射 跟那个吸收 用对比的关系去呈现 我看一下那个有 还有一些是 比如说温度变化的一个关系 我们先讲讲这些 这些比较 呃那个 比如说温度变化 我们经常关注的所谓的温度变化 比如说皮肤 皮肤在这个蓝色里头 它傾向一片 偏紫 那这里的话呢 它傾向一片 偏红 因为这个是基本上暖色 然后如果在绿色的情况下呢 皮肤又偏傾向一片绿 这样的一个呈现 比如说我在 呃 它周围有什么样的氛围 会直接对它影响 我们来看看一些 一些它 它做捷影 一般会用什么颜色去做 就比如说 当背景 带出来的时候呢 那就用什么颜色去做捷影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 呃 比如说 看刚才那张 就特别明显 就看到那张 但我们看一下这张 也很明显 这张 它的暗部其实就是绿色 其实就是绿色 啊 因为这个氛围就是绿色 啊 所以说它暗部呢 就用绿色直接去画 啊 画它的捷影 但我们其实我们画的时候 更多的是先 先做一个捷影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 在画的时候 我先从明暗关系的讲一下 就比如说 呃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先 做一个捷影 比如这个捷影 先这样子带 带出这个捷影的话呢 这个明度合不合适 其实我觉得 我们要先去做一个推较 我觉得这个谷子 可能还不太够 那我再去调整 比如说先做这样的一个捷影 先把把这个谷子先区分开来 然后我们有时候在画的时候 基本上呢 就先比如说 捷影做出来 然后把明暗关系的整体 也先做出来 比如说可能会有固色的一个变化 什么的 先带出来 然后呢 就比如说可能再去带一些光啊 什么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简单的先整一整 比如说 呃 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更多只是这样的一个 先有这样的一个大关系而已 但事实上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呢 暗部的调子呢 就将会是一种比较 呃 那个 简单的 就不会说 不会说画非常多的一个调子 不会去想说 我必须在这个 暗部里头来加很多 呃 很 很多那个层次 所以我们更多是看到的 只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样一个关系 这个是一个 呃 为什么在场景里头 我们在表现上来讲 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 去表现 有时候 会用先用捷影的去呈现 捷影去呈现 捷影去呈现的话 所以 来得比较 容易的多 但是我们现在比如说 我就 就拿这样的一个关系来讲 好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再去 再去推敲 啊 比如说我再去推敲一些调子出来 再推敲一些光影出来 比如说还是高光什么的 这些 这些变化 出来 就 但这个是第一步 就比如说我们先 先掌握的调子的一个 呃 那个调子的 就比如说我应该怎么去削减调子 应该怎么去那个 就比如说可以练习一下这样的一个 一个光影 啊 这样的一个明暗 然后当当我们这个熟练了之后 再开始用 用色彩去 去带 啊 色彩的话呢我们还要去了解什么呢 了解比如说 呃 呃 在什么样的氛围下 用什么样的一个 呃 按部调子 比如说我这样的 啊 我用一个 这样的一个氛围 比如说我在一个 这样的氛围里头 啊 假如说 这样的氛围里头 啊 偏绿 我就 我就先简单的就这样 这样整一些 颜色出来 哈 做一些变化 这个 这个明度呢是什么样的明度 我觉得这个明度不算 不算很高哈 看起来就比如说比较暗的一个环境 但我这个 我如果在前景画一个人物出来的话呢 我可能 压暗 先考虑的是这个 考虑的就是比如说我压多暗哈 我先这样整体的先这样带一下 其实我觉得心里不是很有底的 比如说我压到这样的一个明度 我心里没底 不知道压到这样的程度呢到底合不合适 就心里没底 但是我们先 要把空间给拉开的话 我必须这样先做这样的处理 或者比如说我按照刚才的动作 我就这样简单的带一下 然后呢 这个是绿色 这个就是刚才的 这多少绿 就 跟这个背景呢 这个绿呢 是相 相同的一种 绿色倾向 有这样的一个绿色倾向 这个明度呢 我有这样的一个明度出来 然后呢 接下来比如说我可能 我想带一些比较浅色 我想带一些比较深色 我通过对比 我想要再一个深的颜色 然后再深一点 还够不够呢 那我觉得可以再压暗一点 因为我觉得一层一层去拉 不要一下子 想画到位 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 这个代表着比较深色的一个衣服 大概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再 我想比如说我想要一个皮肤的一个色彩倾向 但是绿色 里头能不能分解 因为我觉得这个绿也并不是说 它是一个光 而是一种慢反射 比如说可能 可能有白色光进来 然后打到绿色 再慢反射形成了这样的光景 如果它是很强烈 薄度非常高的 而且环境比较暗的情况下 那这个绿色影响将会很大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头呢 我们可以呈现出一些固有的倾向 比如说可能少一些偏 偏倾向应的一个皮肤的一个颜色 先少一些 然后呢这个比如说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关系的话呢 我们再去安排一些光 比如说怎么去打光 就像刚才那样 比如说我再打一个光 这个光也许是强烈的 就比如说我可能 比较强烈的光 如果是白色光呢 它可以分解啊 比如说分解是固有色 这是固有色的一个呈现 那比如这样 那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是固有色的一个呈现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在画的时候还有很多 比如说还有一些透光性啊 皮屋什么的这些 很多各种不同的关系 我们我们现在要更多 要讲的主要的还是一个明度的问题 那些有有关的一些其他的一些 光影知识呢 这个我们就不做分享了 不讲那么多了 就也就是说明度 先把控好 比如我把控好这样的明度 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些比如说 因为我 按部不可能说没有东西 但是按部的话呢 我要表现这些结构呢 我用用什么些光去表现 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周围的环境光 表现啊 这是这些周围的环境光是什么 绿色 那我这边 我要表现这样的一个周围的环境光 绿的啊 就像刚才那个感觉的表现 就比如说我们更多的可能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熟悉的是一种 排射的光 而这种有色光呢 可能变得不是特别熟悉 但我们要表现一些有色光的话呢 这些变得有点难度 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 我们更多的应用的是这个环境光去画 因为它接收到的是环境光 在这个环境里头 它没有接收到其他的光源 那更多的接收到的环境光 那就是我们这样去对待 这样去对待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这个 这边是周围是什么光 我接收到这个光它的明度呢 是不是应该提的很亮 首先你要想 这边周围其实并不是很亮 那你不可能提的很亮 不可能提的很亮 还有一点就比如说 我们接收到的光有哪一种光 反正在这个氛围里头 它可能是绿色光 但是它还有 比如说 还是天空光 我可以用利用 调子对比 比如说我也加一些蓝色 我一下想说 讲结构其实会有点乱 因为我也想什么都讲 但是事实上呢 讲结构有点乱 因为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个问题 如果讲 现在如果讲结构的话 也会有点乱 所以我们现在 现在很多时候呢 我只能针对于这个问题 去想 去抢 要不然 这个 这个讲一块 那个讲一块 看起来 听起来就很 很乱 没办法听 听明白在讲什么 我现在看到了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 这些调子其实是 都很接近 我通过这个光 打到这里 打到这里 这个光呢 其实是什么呢 天空光 天空光是蓝色 这个蓝色怎么加 我往这边靠 这边是蓝色 但我往这边靠 我走的是色光 也不是直接加蓝色 首先我们要清楚 这个环境 是在蓝色环境下 如果这样带 这样带 然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 再带出这块 用这个蓝色光去 去交代一些结构 但是我觉得 如果这里的话呢 我觉得可以说 再交代一点点 它固有的一个倾向 所以这样子去对待 然后包括这里 这样 那这里的话呢 这边就是属于 那个环境光的部分 环境光有时候呢 会有一些比较强的环境光 但我们可能在 在那个画面里头 去安排这样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 我提一些比较亮的 一些比较亮的 其实亮色呢 是为了什么呢 可能为了一些光的一个表现 或者比如说带一点光 这个光呢就变得明显的 明显 因为这个光 如果表现 它是一个很强的光 那可能它影响就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这样看一下 这边 我可以把影响做大 那安排这些光的作用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我可能我为了一些 一些程式上的表现 一些程式上的表现 暗部程式上的表现 我才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然后亮部的话呢 像比如说我现在所看到的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暗部有这样的结构框 这些吊子呢是怎么样呢 是微妙的 你不能太亮 我们尝试一下 它的亮度表现 如果这么亮 它不是蓝色 我们刚好就在这样的明度下 它才能表现出是蓝色 比如说我这样的明度 我再薄度再低一点点 它的蓝色将会更明显 这个蓝色其实只是灰色而已 只是在这个范围里头 它就显得看起来更像蓝色 所以我们这个 就为什么那个 会这样去运用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那这些光 就是蓝色的光 我这样去对待 这样去画 我用这样的去交代 暗部的一个结构 暗部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包括这里 这里会有什么呢 这里将会有慢反射 慢反射是哪里来的 打到这边再反射一遍 那比如我变成了有一些 跑路比较高的 而且呢 那个偏暖的一个色彩倾向 带过来 因为我这个并不是很亮 比如我这边 我吊子的并不是很亮 这个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我可以再做一些不同的一个 比如说高光呢 就交代一些吊子出来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比如说我高光是为了 比如说 除了一个质感 更多是 应该说更多是表现它的一个质感 但我觉得不要提的太亮 然后这个因为这边是 明 那个怎么讲 就 它白色光 白色光是可以分解出 各种不同的颜色 也就是说 皮肤一点点微妙的颜色 在这里的将会变得明显 只要说 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鼻子就偏红 脸颊可以偏红一点的 偏黄一点点 这属于它固有色倾向的一块 暗部的话呢 就更多是呈现出来的是 环境色的倾向 这样的一个一些表现 比如我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样过来 这样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呢 这边假如说 比如说我这边是一个 这个绿色的光 蓝绿色和黄色这样的光 那我这边就直接影响到它的暗部 那我这边如果想要一个蓝色天空光 这里就是蓝色天空光影响下的一个皮肤 所以有蓝色的成分 但这里的话呢 如果是一个白色 它的蓝色影响也会很明显 首先一点就是它的明度应该是怎么样 如果是白色 它明度肯定会比较高 而且它的一个蓝色影响将会很明显 那我就把蓝色度再降一降 降一点 然后再看看 现在明显的 现在明显的 当然如果这边压得这么深 比如说我这衣服压的颜色很深 这边的话呢 要多深 其实这些是死角 这死角的地方至少 跟它所处的空间 这些固有色最暗的颜色明度呢 应该是差不多了 所以说我这个明度呢应该 大概是这样 但我这样的话呢 但是我表现出来的它的层次空间就会 它的一个固有色的一个层次 也会变得比较明显 但是从它的一个素描上的一个变化关系来讲 就变得明显了 比如说这样 所以说我现在我看到了 比如说我在这里其实应用上来讲 有很多不同的一个调子观的一个关系 有时候应该看不到幼儿 其实我这个耳朵我本来就画得非常长 幼儿的话呢 还是可以看得到 然后呢这边我们还有一些慢反射的问题 什么慢反射呢 比如皮肤 光打过来皮肤会有一定慢反射 我现在处理一下这一块 这慢反射 但是这个慢反射 我还要考虑一下周围的这个绿 这个绿色我带一点点 这个绿色我带一点点 但是我觉得我还要考虑什么 那个它的一个固有色 这个固有色比如说头皮 有点偏暗一点点 偏蓝一点点 明度本身也会比较低 偏蓝偏灰 我这样的一个感觉也带带 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景象 蓝色过度也带一点点 有时候颜色是结佳在一起的 就好像比如说它其实是有很多颜色混合在一起 这样的一个光线 这样的光线 然后呢就比如说这些蓝 这些绿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在 在这头皮的周围还是会受到 可以影响一些 我现在这些光线 其实看起来并不算是很强 但是呢 我们可以先尝试的 比如说提个高光 这高光要提多亮 其实不用很亮 薄度降低 我会降低一下它的薄度 然后包括比如说我在这里的 再去带一些细节 这里要不要再加一些比如其他光 我假如说我这样的一个 只要有不同的面 我可以尝试的看看啊 比如我这样 加一个这样的光 如果加这个光的话呢 我会感觉是什么呢 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个顶光啊 什么的这样的一个 或者说会有一个 然后后面呢打一个光过来 这样的一个表现 你要这样的处理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这些只是为了一个效果 比如我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去处理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皮肤是有有透光的 透光就在这个 比如说皮肤比较薄的地方啊 这里是比较薄的地方 透光的话呢 我这样去对待 这里皮肤比较薄 但是我在画的时候 我可以说在这个边缘 带上一点点啊 但是我要吸这边的吊子 提亮一点点 然后往红的偏一点点 往红的偏一点点 薄度稍高一点点 只是先高一点点 你不要说一下子高很多 先这样做这样的尝试 所以明度呢 跟它的一个色彩的 关系是很大的 比如说你明度错了 那色彩也跟着错了 我们只是这样的一个 带一点点 这要做一个变化啊 这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边的话呢 这边吊子就看起来 比较微妙的 这微妙的吊子 然后比如说我想要一个 高光 更亮的高光 或许是天空光啊 当我提亮 提亮它的时候 我就必须 把他都去降一降 降多少合适呢 其实我要根据我画面去判断 比如说我这样 这样的感觉啊 其实薄度有降低 我降低一点 它就呈现蓝色 我低高一点 它就属于绿色 所以这个是属于色彩的一个 比较 那个比较 神奇的地方 就比如说 它会把一块灰色 对比人它的接近于它的补色 就黄 这边有黄色跟绿色的成分 那等我降低了之后 它表现上来讲更加偏绿的 偏蓝的倾向 所以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倾向 那我们这个就 其他的 那比如说这里的话呢 我有一个高光 这边有一个高光 我每个高光都要对比一下它的亮度 我可能 我觉得高光最亮的应该在这里 根据我们平常的一个积累 比如平常我觉得视觉经验积累 也就是平常多去观察 观察照片也好 观察现实当中的一个 那个 人物也好 然后看不同环境下 那高光表现又是什么样 所以我们 用这个为明度 然后 提亮一下 降低一下饱度 这边 我觉得降的还不够 因为它蓝色呈现出来的感觉 还没有特别明显 那也就是说 你必须再降 那这样蓝色的明显 蓝色其实这样的一个感觉 算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觉得 一个就是明度 跟那个 它的一个色彩 是有很大关联的 这种关联就是在于 其实我觉得我想 我想用语言来解释它 其实还不如用画的方式 比如说我这样的画 你们可能更容易理解一点 我这个明度呢 当我明度提亮之后呢 你会发现有点 发现不够蓝了 但这种情况下 我就降 降低了它的饱度 那这个呈现出来的蓝 就会更明显 这四身呢 它是因为蓝色跟它 有一定的这种补色关系 补色可以这么用 那如果是相同色序的话呢 你相同色序的 比如说我这个 在一个绿色里头我要 再加一个绿色光 这个绿色只能 我保护度往高的走 比如说我这边 我想要 影响更明显 比如说这个光更明显 我提亮一点 那保护度呢 更高 只能这样去用 比如说这样 更高 但是如果我要为了细节表现 我可以说这里做一些 我为了细节表现 我可以这样去做颗粒 这颗粒呢 就好像比如说 它这边有一些颗粒 接收到的光 又是不一样的光 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样就有细节了 但是现在这张画 我觉得我花的时间并不多 我们其实不用花很多时间 好像我在 有时候呢 在特定的一个光源下 那非得花很多时间去画它 但反而画完之后呢 细节也没有 然后呢 完全就比如说 整体的关系又很乱 所以我们要画的时候 就其实 可以很轻松地去画 而不是说搞得那么累 那这种比如说 我这种就是用前影的先去戴 戴完之后呢 再慢慢地去呈现这种关系 然后这里的话呢 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这边是一个 光 当然这里就会有呈现 这里还会有 这里有的话呢 当然我 我们有一些 慢反射 我薄度可以高一点 哇 红的偏一点点 但我这个不一定是 这样尝试不一定是对的 我只能说 我先做这样的一个尝试看看 我们有时候呢都是 关系都是示出来的 是这样的一个 一些表现 关系都是有时候呢 就慢慢地尝试 然后得到一些比较 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就这样 如果觉得看过去呢 合适 然后我们就保留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然后我就做 再带一些 一些颜色变化 这个我带一些空 那个 比如说远景 一些空气色什么的 在这个画面里头做一些呈现 再带一些亮色 在画面里头 带一带 然后呢我在想 这个光并不是很强 但是我要不要提的很亮呢 其实我觉得 像比如说我这边 有一些很亮的一个调子 那我就不要去提的太亮了 我可以说就这样 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 有一个 一些程式上的变化 如果我还要细节 那我就在这里头 我再带一些比如说 这些关系 我们我们这边 其实要有一所取舍 取舍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边我带一点点 那这边会隐藏到阿布里头去 会隐藏 比如说我这样 我们如果这样去画 好 我在这个环境下 我要画一个眼白 把眼白画出来 是不是感觉很奇怪 很怪啊 因为事实上呢 这个 这个是一个调子 在这个调子里头呢 它是渐变过去的 没办法这样 所以我们用剪影的方式 去对待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 先画一个剪影 然后呢再考虑这个受光 这个受光 从最亮的点慢慢画 画到这个比较暗的地方 就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边也会慢慢画 过渡到暗的地方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呢我们再安排这些结构 这些结构完全只是为了 比如说我要了解这个结构 然后呢 我才能那个利用这个光 把这个光利用好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 先有结构 然后才有光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 是色彩跟明暗的关系 这色彩跟明暗的关系呢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 调子都是通过对比的 就好像比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调子都是对比出来的 很多调子的 都颜色什么都对比出来 我要考虑 这个薄度呢 是要往高的走呢 还是往低的走 因为事实上呢 颜色有时候是 需要明显的 有时候需要的是一个 用对比的 有时候我必须降低它的明度 降低它的一个薄度 所以这个有时候 这个颜色之所以是 看起来是复杂的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感觉 现在呢我所看到的是 比如说光是从这里切 切过来 然后找到这里 这里的话呢 不受光 这样的一个光 调子变化 然后这里的话演出 因为我事实上呢 我没有考虑很多 比如说我现在只是 安排一个这个 没有安排一个空间 我空间的话 我想要表达的话 降一下薄度 降一下色彩倾向 往蓝的偏 蓝色偏 带一点点 这样比如说表现一些空气的一个 呈现一些这些光景 好啊这边随便整一些 呃那个什么一些 季节的一个暗示啊 随便等整一下啊 咱们也要看在这里 就是这些暗示啊 非常快 我先看见 呢 我说这里 我要试试 那我说这里 是有点准备的 是有点准备的 这些频道呢都要在这个画面里头得到一个重新的一个思考 就比如说我画出来之后呢再观察一下 如果你觉得看起来太过了 然后再去削弱 这些有些关系呢是一种 应该做得很微妙的 不能做得太过的一种表现 那这里的话能不能看得到这个眼白 我觉得可以尝试看看 那这里的话呢绝对是不要轻易的去画 画之后就错了 所以很多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取舍上的一个 一个那个关系 必须去取舍 那这样那我这边的话呢 我比如说我再拍一点点 感受到这个 这边的一个调子 那我再提一点点看看 因为事实上我们调子都是一层一层去提 我再提一下看看 然后再感受看看 我觉得这个调子合不合适 那这是判断 在家里判断 如果你觉得看过去呢没什么问题 那我就保留 我指的是保留它的明度 所以有时候我们调子是一遍一遍去尝试 然后发现这个调子呢 感觉看过去呢差不多 那我就保留这样的一个明度 然后这里呢 我们要不要画一点点 我可以尝试看看 但是有时候呢 不要太过 那这里的话呢可能糊在一块 有时候呢只能糊在一块 你不能做一个过分的表现 这块话呢 这块话呢 这块话我再想 我需要再体谅一点 如果想要一个这个是蓝色 我可以怎么做 降一下把握都先 先看看 然后呢高光提一下 高光 高光是主要是这边带出来的高光 我可能这个光如果是白色 那当然高光是白色 如果是光是透过 透过树叶再打下来的一个调整 那就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我们有时候看 那个光 光线的一个 是如何去呈现的 这个光是怎么来的 是透过树叶 然后打下来了还是怎么样 这个 自己去那个 可以安排 布置不同的一个有色光 那比如说我这个是一个白色光 然后这边是一个有色光 这有色光呢 也可以是属于慢反射 比如说树叶的慢反射 也可以是属于一种有色光 就是比如说是一个直接光源 树叶什么的 这些是间接光源 而这些直接光源呢就会变得 特别的明 明显 就这种就变得明显 那这边 我觉得应该再遮挡一点点 有时候我其实我觉得在画的时候 很多时候 并不是说心里很有底 但是在画的过程当中 你会慢慢的有一些 感觉出来 就好像比如说 我们很多时候 就这些只是 调子的只是预热一下 然后慢慢的会有一些 情的感受出来 这个画面呢 可能到最后 可能得到的一个结果 跟你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呢 最后我发现 这个还是不能画 所以其实画画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凭感受 凭感受呢 会去反反复复的去 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 改动 画画并不是比如说 我并不是说 非得要怎么做 然后这个 素质表现是怎么样的 然后 色彩应该是怎么样的 很多颜色都是偶然性的 可以这么理解 偶然性是什么呢 比如说 颜色都是 这既然都是通过对比出来的 那这个对比的 出来的颜色其实 是不可测的 不可测的 你会选择哪里的颜色 不可测的 那这不可测的一个因素呢 是属于那种 不可捕捉的一个因素 我们 就说明说很多颜色 其实是偶然性的 偶然形成的一个颜色 那 对比 颜色对比 也是偶然形成的一个对比 但是你有一个方向 心里有一个方向 因为我要怎么去对比呢 我是在 什么样的光源下呢 比如说我 这边接受到什么光 这边接受到什么光 我有天空光 有白色的光 有 有色光 天空光 有色光是什么光呢 也许是氛围 氛围光 这氛围光 怎么形成 我们要怎么去对待 这个就是 我在这里的 我要保持它的一个明暗关系 用一种很微妙的一个调子变化呢 顾明度变化呢 去做 那做完之后 你还得考虑说 比如 我这个颜色 它的一个光的一个亮度 它可以是很亮的光 也可以是很暗 比较暗的光 光强与弱 直接影响到它的一个 这边照射的亮度 这个肯定要去考虑这个问题的 所以我们这样的话呢 比如光从自己打 它又会照射到哪里呢 或许的这边可以照射一点点 比如说我这边照射一点点 这边照射一点点 那 这个呢 这个地方 有可能就被耳朵遮挡 耳朵遮挡 那耳朵的话呢 会呈现什么呢 它有半透的效果 跑度再高一点 不一定对 但是我们可以先尝试看看 这不一定对 然后我再往绿的再看看 因为这个明度的一个 我知道说 透出来 从里面透出来 它应该是偏红色 皮肤有点偏红嘛 但透出来的话呢 我在选择颜色上 我有点偏红 这个不一定对 我可能 还得再偏绿一点点 所以我们有时候先画看看 然后再尝试看看 因为这个 这个可能是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也许是对的 但是我们先尝试看看 然后呢 再发现 那个 可能过了 过了我再去调整 所以其实 颜色就是 属于有的是一种偶然性的 偶然性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可以 比如说 提这个 皮肤呢是有比较光滑的点 比如说这边 光滑点呢 我可以呈现出一些 比较明显的高光 就这样 我 不会直接提的很亮 因为这个 我为了这个后面的一个层次 做一定的那个空间 这个时候呢 我就比如说 我就在提啊 在抑压啊 在 我还可以说 就比如说提的更亮呢 去呈现出一些更 丰富的一个细节表现 这样的一个细节表现 我可以更多的一个细节表现 那这里的话呢 我这细节要不要再画 其实我觉得 我们可以 一点一点去推 你不要说一下子 那个 做得太过 那一点一点去推 比如这样再推 吊子再推看看 如果你会觉得 这个看起来太过了 那我就不画了 让它融在一起 就好像比如说 甚至把这个脖子这边 吊子也融在一起 有时候这种融在一起呢 是 是有必要的 这边要不要再暗一点呢 我觉得 这个瞳孔可能 要再暗一些 把这个明度来去分开来 只要有一些 丰富的层次变化 我们就看起来就是 吊子就会显得 看过去的比较真实 比较真实 因为我觉得我讲的 属于偏写实的一个 那个色彩选择 更多的是属于写实的颜色 所以我们在 应用上来讲 更多的比如说 光的不同的 反射 这些都属于 光的反射什么的 这些 这些光型 那这里的话呢 我 比如说我这边还在 我还想把这个结构再交代一下 我可以从哪里交代 这个 这个光 这个跟这个 就变成了不同的两个角度了 或者这里也可以带一点点 我不能做得太过 比如说我 我得小心 会不会划过 划过就会腻 那我不能让它腻 那我就 一点一点去尝试 看看 我不能太 太过于夸张的一个 去表现它 这边还 这边还可以什么呢 还可以比如说 法度高点 它有透光性 这个透光呢 它可以偏红 但是呢 因为氛围偏绿 所以你这红也不能太红 不能说我直接往这里偏 它还是有点偏绿的倾向 所以你这个走色环就是这个意思 就不一样子 搞到这边来 那颜色肯定 肯定不对 所以我只能这样的处理 一点一点去带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再过度一下 然后呢 这个 这里的话也会有慢反射 加强一下 把度超高一点 你不要高 然后直接画到这里来 所有的调子呢 都是将会是一种 微妙的 处理 我们再处理 我们再处理这些微妙调子的话呢 不要说一下子我这个 说薄度高 然后就一下子 往这里走 因为我们要一点点去尝试 这些调子呢 都是在对比 对比中产生关系的 因为这些颜色 对以否 不是我们可以 比如说 我们 我们只能说凭借推敲 但是呢 这些推敲出来的调子呢 是在 我们必须 必须去尝试 去感受 感受通过画面再重新进行一定的感受 有发现 应该怎么做 就心里慢慢有了这个方向 有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很很糟糕 也画一些比较容易把握的 就好像比如这个 这个其实还还比较容易把握一点 特别是画一个头像 这里有点多谢大家的画面 就很糟糕了 你还要做什么? 你还要做什么吗? 你还要做什么? 你还要做什么? 感谢观看 那我们那个 因为这是一种光源 我可以再尝试一些不同的光源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是这样的 这个明度其实还达不到这个应有的明度 我后来就压了不少 那如果比如说我不同的光源 我看一下不同的颜色光 尝试一下 因为我现在更多 白色光其实也就没什么好讲 白色光比较好分解 比如说我在一个橘黄色 橘黄色和里面这样的一个颜色 我们去尝试一下 更暗一点的环境 因为我们可能画的比较少 比如说比较暗的一个环境 这个是比较少的 少画这么暗的环境 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把握的时候 特别是有的人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在这么暗的环境下 我这个剪影应该多暗 其实我觉得我需要这样暗 可以压下去 但合不合适呢 我觉得我先尝试 我们先得 有可能就得压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才能把那个 那个它的调子可以取分开来 我先压到这样的程度 然后接下来就也是一样 我要考虑打光的一个问题 打光的话呢 我避免的老师画一个角度 有没有比较好的角度 偏顶时的 偏那个不视角 这个只是预热一下 这个有时候我心里没底 这个预热一下 我不知道画成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有没有什么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色彩倾向呢 我必须 比如说我皮肤是本来就是偏红色 那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红就变成了 比如说它应该是融在一起的 鞋调在一起的 这个颜色跟它皮肤比较接近 所以这个环境就这样的一个感觉表现 是否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可能就比如说我在这样画一下 我就必须画到这么暗才可以 所以这个有时候零度要压到多深 就是看环境 就这样 我按照这样的一个标 这样的感觉 我可能看到只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还要打光 因为我觉得这样看起来毕竟太暗了 我如果再打光的话 比如说我提一个 我要去区分一下各种不同的角度的光 而且这个光的亮度这个要考虑 或许这个是一个这样的光 这时候呢 我可以区分一下固有色 这时候呢 我可以区分一下固有色 比如说我颜色 区分一下 因为这个白色光 然后打过来 比如说我这 色光 比如说我讲要一个这样的一个颜色 那 当然这里的话呢 我要怎么样做 我可能降低一下薄度 把颜色带进来 然后呢 这个明度还不太够 在压 薄度在降 我觉得差不多了 但是暗部这边的话呢 最深的颜色其实还是容易这个环境 还是容易这个环境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比如说我这边 白色光我分解出这个颜色 分解出这个颜色 然后这边的话呢 我 进入到这个 氛围里头 这个氛围是什么氛围呢 可能就是这个 比如说 被暖色光 给 给影响的一个 氛围 这个氛围就比如说它倾向于 偏暖色 属于暖色光的影响 这样的一个 一个情况 但氛围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这边的高光 其实必定也是偏暖 你甚至可以说比如说我 加一个偏红色的高光 可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 环境光有可能是偏红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当然我投影 这个事实上呢就是 为什么我先画前影 是因为这边所有的 其实一个调子而已 它只能是一个调子 不要说我在这个暗部里头 我还要分解多少调子 不可以这样子 就对待 所以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这样的话 这里的话 由于材质的一个 高光表现 我们可能还 再去做一些 材质的一个 高光的一个处理 比如说光线的强 都有多强 我们可以看 像这样的一个处理 这主要是白色光它可以分解 足够有事 我这里的话应用了 白色光的分解 然后产生的这样的一个 颜色倾向变化 变化 然后比如说我这画面当然我 这个时候我就画面带一点点 可能不 光线什么的这样的 简单做一些处理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画的更多是固有事 画的更多是一种白色光 所以很多时候呢 在画面和色彩的表现力上面呢 会稍微弱一点点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 你可以把这些 不同的固有事安排在 那种 比较强烈的一个环境光下 这个环境光也许是比如说是一个 比较强的有色光 这种 光源下呢 它才更有表现力一些 然后呢 当然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都会有一些明度对比 关系 或者设置一些明度对比的关系 这个也要 去考虑 如果我这样 再一个感觉 再去带 最薄度比较高的 那种颜色 对比 但是我这个颜色呢是属于那种 很倾向于那种 环境色比较明显的 而且明度比较暗的 我刚才那个是属于明度比较亮的 当然我们更多的 是主要是剪影 我必须大胆地去 跟那个 背景给区分开来 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呢比如说 画完这个剪影在打光 这边很多地方都其实都是 都是这样的一个 属于 这边的话呢打光要不要 其实我觉得 如果帽子的边缘 比如说比较离得比较近 那这边可能会看得到 但是事实上呢可能 这个投影呢将会把它遮挡比较多 然后有时候将会遮挡比较多 我们是先 画一点点出来 感受一下 其实有时候是不遮挡部分 然后我再 那个背景呢带一点点什么 受光啊啥的这个 体量一点点 画面 那一些那个城市 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我 我觉得 画一些比较深色的一些 环境呢 比较暗的一个环境 其实我觉得 可能氛围感会更强 更强 那其实我 比较 其实也挺喜欢那种 画一些 种氛围的一个表现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经常是 我们不可能 选择一种 颜色不能说做得太过于那种 好像只会用几种颜色去搭 因为事实上其实 颜色的变化更多的是光的变化 用光去理解颜色 那比如说我 收到什么光 那 我们说的所说的 用 色彩去塑造形体 我们说的其实就是用光去塑造形体 那色彩塑造形体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 不同面接收到不同的光 那像比如说这种氛围光特别强烈的情况下 但是更多是 主要是氛围光 氛围光 整体的氛围光 暗部全 全部都融进了这个 比如说融进了这个红色 融进了其他颜色 这样的一个 融进去 就好像比如说这张 融到这个绿色里头 这张融到这个红色里头 那我在表现上来讲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表现 但是呢 这个亮部这边的 小细节将会变成的 它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里 这样是一个重点 暗部其实有时候的调子 将会是比较微妙 不管白天也好 比较暗的一个环境下也好 那这个 那个在处理的时候 暗部其实 都要削弱一下它的 对比 然后这个还在注意一些镜面反射框 比如说 皮肤它是表层比较光滑的 会形成一定的镜面反射光 那就产生一些 比较细微的 微妙的一个 对比 可能我们 我们要的 就是一些 微对比 这些对比的 比如说可能就在一个 小细节里头 让它看起来更生动一点 那可能这个主要是 在这个地方 去表现 色环 其实也是会考虑的 就好像比如说我这个蓝色 有考虑到色环 肯定的 因为我觉得 我往这边偏 然后降低着薄度 但是实现了这个 比如说我看得到了这个蓝色的 帽子的呈现 但是在这个环境下 红色的一个氛围里头往这边偏一点点 如果我不考虑色环我直接选择蓝色 是这个意思 就那个 有的人在问说这个是怎么样的情况 色彩倾向 色彩的一个 色环呢是怎么考虑的 其实我觉得 这个是 我们根据画面来 定 根据画面来定 画面来 来那个考虑说这个色环的一个问题 色环差践什么的我就不懂了 这个我就不是我了解的一个范围 就这样 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氛围 或者说比如偏灰的一个氛围 在一个灰色里头 有可能就 结果每次在画其实我心里都没底 比如说这些因为我们有太多 不可控因素 这些颜色什么的 这些颜色都是靠对比 也就是说很多颜色我在 画的时候 就先找感觉 边去实现它 我这画面随便只说一些黑白灰 简单的黑白灰 然后呢 颜色环概念是 颜色环概念是 就比如说我我在这个 氛围 这样的氛围里头它有点偏绿 或者我想要一个蓝色偏蓝一点 但在这里头 我如果有一些环境 有一些 跟这个 氛围色彩呈现出普色关系的话呢 这个颜色怎么抓 可能就得按照 在这个色彩区域里头去选择 或者用对比的方式去呈现 或者说你直接选择了这个颜色 但是薄度将会很低 有时候我们就会这样去考虑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 有时候 在画的时候呢 更多的是按照这个 环境所给出来的一个颜色 先有环境 也就是说我背景有可能先画 画完之后呢再画这个 这个人物出来 这个影响将会比如说 颜色影响到它的一个 皮肤啦影响到它的一个 不同的一个固有色啦 比如说我这个颜色 那我在 我先有这样的感觉然后再 再去看 比如说皮肤偏 偏景下这样的颜色 我不能一下子 那个比如说画的 颜色呢太过于明显 因为这里的比如这里可能会有一些红色 那这里的区间 选择的颜色呢可能往这个红色的偏 这个剪影往这个红色偏 那这边有偏绿的那我这边的剪影往绿的偏 会有这样的倾向 我们有时候就会考虑这样的关系 我再考虑比如我这 整体整完之后我再考虑打光 这个打光的话呢比如说如果白色光 那我就会有一些 不同的色彩倾向的一个问题 说 衣服 是这样的一个色彩 这个呢其实我薄度并不算低的 虽然说看起来比如说我 我说的不是特别低的饱和度呢 我是跟这个背景来 针对这个背景来讲 比如说背景是这样的灰 那我这衣服可能饱和度相对来讲 比这个还更高一些 是这样的一画 好简单这样 带一个人 人物的一个感觉出来 然后颜色的话比如说我可能在这里头 再带一点点 比如说我这 现在呢可以说少一点点这样上去 比如说皮肤的一个颜色 很简单的少一下 这里的话呢 有种在这里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比如说如果皮 因为 是整个环境是比较偏灰的 所以说颜色的 倾向上来讲将会比较明显的 也就比如比如说蓝色的一个 比如说头皮呀 我不是说喜欢画关头 我是关头比较好表现 比较好画 我就选择 在这里的这个 这边的话呢 我只是我还是依然会 选择取巧一点 画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的 要不然画出来 可能也会受到一些 环境的影响 水平呢画不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影响到你们的一个理解 好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表现 但是 这里的调子 这里的调子就属于那种偏蓝的一个倾向 这个蓝还要 有多蓝呢 事实上它是根据这个 画面的感受去定的 就只能说这样 你这样所感受到的 也许恰到好处 但是问题是我在画的时候呢 其实心里是没底的 这个挺矛盾的 就好像我要表达它 事实上这些颜色属于 被衬托出来的颜色 不是 不是我那个直接选择的一个颜色 这些颜色 有 有那种 就好像比如说我在纸上 我把所有的颜色调匀 然后再 放到这个画面里头 放到一个画面里头呢 然后我才能感觉到这个颜色对 还是不对 这个是我们平常 比如说画油画 画水粉 都会这样 但是这个呢我在如果在 在电脑上画的时候呢 就是直接选择而已 这个颜色对不对 我只能放进来再感受一下 而且 现在变成了 我不能用一种方式 比如说 在纸上画的时候我选择一个黄色 再选择一个蓝色 我调匀 放在画面里头 我会觉得这个颜色 可能跟之前的颜色 是协调的 但是你要想 我为什么协调 是因为我有加了一个蓝色 蓝色可能是我周围的氛围 绿色是周围的氛围 我加进了周围的氛围色 然后画一下我觉得 可以 但是问题是 如果 我是直接去选择的 颜色呢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逻辑顺序呢就变成了反过来 你要去想 他其实是 临近色 他是 他就在这比如说在这个区间里头他只能在这边 做一点点选择而已 用对比的方式呢 还是直接薄度拉的更高就要看这个固有色在这 这个氛围里头的一个 反应是怎么样 比如说 在绿色里头一个绿色他薄度自然会更高 在绿色里头呢一个 接近于他的补色他自然跑度降低去呈现 降低去呈现 但是如果是一个 亮部呢 亮部更多的是要考虑到 这是什么样的有色光 或许是天空光 或许是 这个周围的环境光 但是这边是属于暗部 暗部直接受 环境影响 亮部的话呢 亮部自然就是受 受那个 比如说白色光 影响 影响下会是什么样的 当然白色的就可以分解 所以你在白色里头呢 你就自然的 比如说我 只要受到白色影响 我自然分解就好 比如说我这边有一个红色的衣服 我自然分解 自然分解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是 我当我分解出这些颜色 其实本来就是 就是我们要 心里要有数的 心里有数 就知道说这个是一个 必定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而比如说 背景是什么样的调子 这必定是 这调子还是依然是要区分开来的 依然要区分开来 我简单再画一下 大概 大概戴一下 比如皮肤 我这个因为有白色光 我皮肤的话 就会根据 比如红一点 手臂红一点 这是 这是我们 对于比如说世界经验积累 所感受的一个点 知道说这个 手呢是偏红一点 如果你 如果你不了解 自己可以观察一下你的手 这个看一下 然后就明白了 比如说我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戴 简单的 先做这样的 但是我还有一些 比如高光的表现 什么这些 简单戴一下 这边要不要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 画这样的一个 这个调子 要不要突然间 我想要一个黑色 然后就 都可以这样 不行 不能这样 因为这个是在这个氛围里头 如果你想加一个黑色 那 这个本身调子是对比是微妙的 你不能搞一个非常大的对比 那这样就不行 有的人都可能会犯这种错误 搞一个黑色 事实上在这个对比 里头呢 它就看起来就很突兀 就会变成空间就有点错乱 那如果我想要黑色那怎么办 那我看 再弄看看 请看看 我只是尝试一下 不要太明显 比如说我这样黑色 不要太明显就好了 因为我们所说的 按部其实都是微妙的 不能做得太过就好 但是你 倒是可以做 比如处理的 处理也可以 但是不能太过 就简单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 今天 不应该做的 是不应该该做的 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调子 这件突然转变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有时候就会变成 比如我突然间加一块什么颜色 突然间加一块那个什么 氛围 可能一些不同的光线 比如说我加一个不同的光线 这种比如说有的时候 加一个不同的光线 然后呢把暗部影响到 但是这个我们如果是这种 处理的方式 就可以用透明笔刷 这个还 其他这个笔刷还加以不了 你可能只能说用透明笔刷 就这样一带 特别预刷还是有时候蛮有用的 比如说我们在画的时候 就是可以改 改变一下他的暗部的一个色彩景象 比如说我加一个这样的光 那事实上的整个暗部呢 都往这边偏了 我用透明笔刷尝试看看 或许可能处理得比较容易处理一点 现在我这比如说是一个绿灰色和蓝灰色 或者偏暖灰色 那我当我的暗部的我就这样整天 简单的这个这个剪影 我就简单的这样整一下 但是如果用这个特别笔刷的话呢 颜色在处理上来讲会来得比较容易 比如说我想要一块偏红的颜色 我这样少 直接其实会把这个暗部给盖掉 但是它等于是把 等于这个颜色是融进这个 融到这个氛围里头 然后比如说我比如说一颗绿色 那我这个绿色的也会 融到这个氛围里头 融到这个层体的氛围里头 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象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想要再融一点 但是如果比如说我想要再融一点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我尝试看看 这不好有时候不定很好融合 当我这个剪影我做出来 然后这整个整个感觉 因为这个变成了有一个不同的颜色渐变 从这个颜色渐变到这个颜色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能影响到它的一个剪影 这剪影有可能我还得再加强一下 这个明度上来讲再加强一下 不然就破坏它 那我比如说我这边如果是软色光 假如说这样 那我这里的话呢 当接收到的这个光呢 就往这个倾向靠 那我得考虑一下它的明度 比如过色明度本来可能也不是很亮 那你这个题也不能提得太过 当然我们会为了一个材质的一个 去地流一个明度 简单这样的期待 如果我嫌弃的话 不错 一边就怎么回来了 可以 下车 感谢观看 那我画面呢定一个比较亮的点 这样的话呢就画面有一个视觉中心 比如我刚刚画的这 大概戴一下 其他我们就不多画了 就简单的戴一下 那当作一个涂鸦 就是有一种 就比如说我这是一个剪影 可能这个关系做的不是特别 特别那个明显 就比如说我这个一个剪影 那这里的话呢就将会受到这种 就不同的有色光的影响 会把整个暗部呢给影响了 比如这边如果一个薄度很高的一个红色 我薄度再高一点 我画的不太不太大胆 再大胆一点看看 然后这里的话呢将会 受到这个红色的影响将会比较明显 就它有影响了整个暗部 会有这样情况 这样情况 如果假如说比如说我这边 收到一个白光 我再切一个白光过来 自己切一个白光 那白光切过来 那我得考虑一下 酷有色是什么颜色 切过来 然后呢当然还有 有可能这边 应该看不到 但是有时候呢 我们为了画面表现 我可能稍微带一点点 不一定要那个 完全那么科学 带一点点看看 这边的话呢 受到这个光的影响 或许比如说它是金属的 它是什么的 那这个亮度呢将会 比较夸张 当然这个亮度比较夸张的情况下 在进行反射 所以这个脸部还是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们要 比如说我画完之后 这种光的 就变成了我可以布这样的光 反射一点的光线 但是其实应该先画 这调子很不好处理 它事实上呢很微妙 有时候这边是一个直角 这边是直角 然后往里面推而已 这光线 那是一种非常处理的一个光线 比如说就这样 可能我们所要表现的 其实是比较少的 我们可以 然后比如说这边 有可能会比较亮一些 但是是这边的切光吗 这个也不是 有可能只是比较靠近这边而已 这样的一个感觉 看到了其实就变成不是很明显的一种表现 这个这里倒是一些 是因为光线所产生的一个影响 比如说可能还会有一些更亮的 比如说金属啊什么 产生更亮的一个表现 那这边可能 图色会变得更明显 更加明显的一个体现 这个有时候呢就是 当我画完这边的时候 我再感觉一下 看看是不是颜色 图色表现不是特别明显 然后我在感受完之后 我发现图色表现不太明显 那我就再扫一遍 这透明笔刷就 它是可以把颜色融在一起 晕在一起 轻轻地刷 不要说一下子用笔太过 轻轻刷 这样子 比如实现了一个颜色的倾向 就是慢慢来 就慢慢地去替代 这样子一个表现 那这里的话呢就 就简单的 就也不画在头了 那你们那个英文这个 这个更多的是讲那个有关于 简影的一个关系 那比如说 素描我们应该压到什么样的程度 明度要压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我在做这个简影的时候 我其实压得挺低的 压得挺低的 而且该放进哪里 有些很多地方都不怎么需要去画 如果画太多的话呢 反倒它是错误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其实我 有些东西我只能说 画完之后我再去打光 打光光的话呢很多 安部呢其实都是一种 很微妙的一个调子 你不能画太多 画多了就自然就不是正切的一种关系 所以我觉得很多都是一种 那个在画的时候呢都是会考虑这一点 而且在画的时候很多调子也是慢慢的去 你不知道 这层关系是对的还是错的 你只有说在 画出来之后你才发现 对的还是错的 但是我们至少画出来之后 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给你清楚说 我应该 再体量一点点呢 再高一点点呢 还是 高度的再低一点点呢 还是应该怎么样 这至少变成了有一个方向 然后比如说这样呢 我再清晰一点呢 就就是把这些带出来 比如说我想更清晰一点去对待 那比如说这种感觉 它就很像是那种天空光 感觉很像天空光 但是实际上是一点点对比而已 所以这种就叫做色滑 比如我想要一个蓝色 有可能我降低薄度 就可以呈现出蓝色 但是我首先要考虑到 它明度还是比较高的 然后降一下 它就呈现出蓝色 所以这种就是 然后用这个颜色去对比 用这个颜色去对比 但是我对比出这样的关系的话 结构就出来了 这种结构是含蓄的 你不能说做得太过 不能很过的去表达它 还是一点微妙的去表达它 但是依然它有故事 依然还有故事 至于说透光什么的 现在我们就不多说了 就这样的衣服肯定会有透光 然后比如这样 行 或许画得不太准 这个我们 但我们就 时间关系我想画多一点 所以画得比较充满 这个就大家要谅解一下 简单的 那这里的话呢 就比如说颜色 我跟宝豆就 偏红一点 偏红一点的这样的景象 在顾有色就明显了 如果比如说我这边 我想说再打一个光 如果光可以在这边切 我的鼻子可以切一点小块 我只切一小块出来 不太好就去掉 反正我有时候我在画的时候 就是一种先去尝试看看再说 不会去想说要怎么做 或者说怎么样 因为我们有时候一些效果是释出来了 或者说你打个光看看 有时候不能打 有时候打了 那你先打看看再说 如果这边有蓝色 但我可以 假装这边有一个蓝色 这边蓝色 那我可以带一点点蓝色光 那光怎么带呢 我能提高一点蓝色 偏一点点 那这里的话 如果是一些金属 它的光就反射 这样会比较明显 如果比如说有蓝色光 那我带一带 那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光线 那我可以再提一下看看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表现 蓝色蓝色偏了 这边再带一带 这边再提亮一点点 泡一点 这个我觉得就差不多 应该时间也快了 那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拿出来探讨一下 我如果可以回答你的 我应该 那个不会吝啬这一点 会直接回答你 这些呢 现在你不用去考虑说 我构图怎么样 还怎么样 这个我更多的是 讲的是一个有关于色彩 跟明暗的关系 那那个 其实团景打光来讲我觉得 像 其实到 像我这种打光 我是为了营造一种氛围感 我更多是一种局部打光 事实上很多情况下 我们团景里头也更多是这种局部打光 包括比如说我在画的时候我 像我为什么风格会形成一些大透视啊什么的 这些其实跟我的一个 比如说我经常看感慢呢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那比如说我经常会画大透视 那其实是因为我觉得我接触了不少 有关于那些传统绘画的一些理论 但是又看了一些漫画的一个视角 我觉得镜头感呢 那个镜头语言呢应用得非常好 但是我在想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把传统绘画这种 比较深入的去刻画 然后再结合一些感慢 或美慢这种构图方式 那或许可以找出一些新的方向 然后我的风格就这样形成 但是我很多都是画一些大的透视就是这样 很多时候因为我现在目前 如果现在来讲的话呢 其实也有点充满 因为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大 如果我要很多东西 我想讲的更多是明暗跟树苗的 明暗跟色彩的关系 看看我这边的作品 感受一下我这边的一个画 画里面的一些东西 这张 看起来其实我觉得这张画 我大概画了六天时间大概 我只得是一整天的 一天比如八个小时 那我画六天时间大概 画这张 但是我陆陆续续有时候很没感觉的 那比如说我们看看这个细节的表现 都这样子勾勒出来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蓝色的天空 蓝色的氛围光 什么的这些关系 包括基礼 基礼结果我这样戴 然后暗部呢 蓝色偏 有些颜色 这些颜色说真的就是 你不知道怎么来的 你不知道怎么来的 因为颜色可能 我用一个比较灰的接近于蓝色 然后刷上一笔 然后同时呢 用蓝色的一个颜色呢 再去盖 防防护护的盖 然后还有一些 像比如说这块 黄色 红色 我知道有这些固有色 但是我的白色光 或者说夕阳光 它会反射出这些颜色 所以说我们就按照这种的一个思路 然后我画了很多颜色进去 这都是固有色 然后画出来的话 再缩小 但是我要考虑构成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 这些点点 星星连点 并不是都随便乱放 有一个考虑构成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样的 这样包括远处 你看一下这边的细节表现 很多都点点点 然后有一些最亮的点 最亮的点 但是变成一些不同的一种 一种起伏变化 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有时候画 像我画的东西 所以我不用一个人 一个人去画 这些可能就是一些细节暗示 远处都是一些细节暗示的一个表现 体积结构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有些体积结构 但我们构成 更多是考虑的是一种平面的一个 从平面的角度 比如说我这个 我从平面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 但是但是这些点 它所处的空间什么的都不一样 但是 这样说这些点在所处的空间都不一样 但是 我们看到只是这个整体的构成而已 比如说这个构成这行 自不自然啊这些 这些东西 分层其实我觉得也有必要 也有 有没必要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要调整大关系 有时候就不太好调整 那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画的时候 画完之后呢 去扫光影 扫一层光影上去 有时候颜色是直接改的 我再讲讲那个这个 这个层次跟空间的关系 比如说这里 我压得比较暗 然后呢这边皮肤呢 是呈现什么颜色 我看一下 这颜色是绿色 那这边的话呢 有点偏红 但是很多这个面呢 更多的是偏绿色 这边的偏紫 那在这个氛围里头 它更多都是蓝灰色 都是在这边去选色 选择的颜色 我们看一下这块 更明显 这个蓝色 这个皮肤是蓝色 但是感觉好像又像是皮肤的颜色 是因为对比 对比的关系 这里呢 是蓝色 这里是蓝色 这里是蓝色 但是这里 对它有反射 我们有时候会想 这个光能不能影响到这里 其实你不要想那么多 因为我觉得 不会影响到 但是如果你不画的话呢 这块就 没什么内容 所以我就 就会让它影响到 那影响到的话呢 我就把它画出来 其实也变成了另外一个面 然后呢 这个就变成了 可以 可以推敲的一个细节 所以有时候我在画什么 比如说整体 是什么样的氛围 所有的颜色选择上来讲 你很多都是在这个 围绕着这个颜色去考虑的 所以这样 我其实我有时候 我经常会不同的氛围去画 这样我觉得会 会来的比较 我想说我应该 如果我作为电影概念也好 或作为那个 我纯粹做氛围表现来讲 更多什么颜色都应该能把握 这才是一个 比较合格的一个 我这个做得不够好 但还在努力 因为很多东西就是 我觉得画画这个还是比较漫长的 也许我有一个 知道一个方向 但是这个 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 画张的话呢 其实 我们有时候颜色是相对的 比如说一个颜色 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很灰 但是它会不会脏 也还好不会脏 但是这个颜色是我想要的 这个灰是我想要的 只要有些颜色呢 是你想要的 这个颜色就不会脏 但是这个颜色是我想要的 它其实是很灰的 这个颜色呢 也挺灰的 但是是蓝色跟这边的过渡 所以这个颜色它也不显脏 所以其实有时候脏 只是相对来讲 你在这个氛围里头呢 这个颜色不是你想要的 不是你需要的 而且薄度偏低的 这个就容易脏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呢 脏只是相对的 这个颜色呢 薄度这么低 那是不是脏 其实也不脏 不算脏 这个会不会脏 不算脏 而且这个颜色 薄度肯定是很低的 包括这里的话呢 薄度都很低 但是它受到的是这种蓝 绿色的氛围影响 所以说它薄度很低 而且 因为它有皮肤的颜色 皮肤颜色可能偏黄 然后又蓝 然后这种过渡的话呢 就产生了这种颜色 所以 灰 只是相对的 脏也是相对的 脏是 这个颜色绝对 不是你想要的 而且这个 在画面里头 它这个颜色是不对的 薄度偏低的 可以说是偏低 但是问题是我们很多画面 经常会出现一些灰色 其实也经常会出现一些灰色 所以这些灰色呢 反倒是我们需要的 反倒是我们需要 比如说我这个 这里会不会灰 但是这个灰呢是 为什么会这样灰呢 是因为 在这个氛围里头 受到这个 整体的颜色冒反射影响 但是 有天空光 天空光呢就产生了什么呢 薄度我只要降低了 然后就得到一个天空光 而且我明度超低一点点 然后薄度降低 就得到这些颜色 所以这颜色 脏不脏也是相对的 因为这个是我想要的一个灰 那就得到一个 一个比较 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 包括比如我 我经常喜欢画灰色 这张也很灰 大部分都画的偏灰的一个色调 但是这些灰呢 在整个画面里头呢 它可能 呈现出来的是一种 另外一种格调 一种氛围 所以这种灰是我想要的 比如皮肤我整个偏灰的 这是我想要的 这个DRAPFACO颜色的灰 固有色之间 本身的灰也是我想要的 当然我们按部很多次 按部在应用时候呢 更多是融进氛围 融进到 融到一个氛围里面 去考虑这个颜色 去考虑这个颜色 深跟唇 其实我觉得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的 如果是冷色调 薄度太高 就显得深 如果是暖色调 薄度太高 就会显得焦 深跟焦其实也是相对的 我们只是在画面里头 看需不需要 比如说一个红色 它的暗部呢 也是红色 然后压暗薄度低高 这个红 我们不会觉得很焦 但是如果是一个皮肤 本来就是一个粉色的红 但是你暗部压暗薄度低得很高 这个就会产生焦 因为这个焦 跟它的 所需要的一个 保持对比呢 是不合不合适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这个相对来讲 但是有一点 我们暗部很 很容易出现焦 出现深 比如说一个蓝色 那暗部也往蓝色 薄度靠 那薄度高的走 其实有 有一点就往往很容易深掉 因事实上呢 颜色暗部一般都会偏暖 这个红色波长有关系 光线红色波长 那个的问题 红色波长更长 那暗部很多呈现出偏暖 就很多我们油画里头经常看到 会应用一些褶石啊 这样的一个颜色 包括远处 远处的一些石角 我们会用到一些偏紫色 因为远处呢 可能会有空气色 再加上一些石角 那个的一个偏暖红色 那变成偏紫 所以会应用到这种关系 一开始讲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能不能画一个大场景 我觉得这个大场景的话呢 很累的 其实我觉得在 比如半个小时 我去点出这些东西 你们看到只是一团乱 只会觉得这个乱七八糟的 不知道在画什么 后面的慢慢修才会有东西存在 除非你真的是用 你拿一些照片来贴 那可以直接看到效果 要不然这些效果 是后续慢慢地给出来的 一开始就乱 只能是乱 我看到只是一些点 一些高光 这些高光也许是 也许我只是点出高光 但看不到什么真正的细节 那细节是慢慢给出来的 慢慢地 再根据这个点 然后去安排 这个是头部 我可能一开始就点出这些高光点 头部要慢慢安排出来 是这样的 不是说一下子就 把这个構思好 其实我画女的画得不是不太好 但后来我就慢慢地 女的我也加强一下 这张也算是画得比较用心 这些季节什么的 以前画东西都是喜欢画一些大场景的 现在有时候觉得画一些小的局部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画一些的 最近画了一张 画一张这个 这个画也 因为我不会画帅哥 画一张帅哥看看 画一张这个 也不算很美心 看起来还是比较阳康 只能是画到这种感觉 然后呢 我觉得画这毛发 我这倒想 我在画这毛发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想 如果我会贴东西的话 那应该是比较快的 实际上呢 因为我有一个 我 倒不是说 比如商业性的东西 还是可以说去贴东西什么的 但我毕竟是主要是 画的是什么呢 个人的作品 所以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我就 一笔一笔去画 所以我不想去贴 但是如果商业性的东西 其实你要贴 我觉得完全可以 为什么不能贴 我觉得商业性的倒是可以 因为我这毕竟 不是商业性的 那我就 不要尽量说 我不想去贴 我还画过 画类似这种 偏童画的 这个童画的 然后这里 然后画一些这种 比较可爱的卖萌的这种东西 但是 因为我觉得我 虽然说年纪比较大 但是有时候也想 比较想说画一些比较童趣的 我觉得 要不然感觉好像都没有什么童年 这个画的稍微可爱一点 就画这种类型 但这个光影什么的 我其实也是有比较 我去想 我去想这个光是什么 比如说 因为有时候你要去把握一个画面 你得想一下比如说 比如这个笔浸泡到水里面 然后有一些黄色颜料 然后在 在那个光打过来 慢慢射出来的一个光影效果 这些都得要去思考 思考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继承 呈现一些比较 自然和真实的一种光影效果 这些有很多 你们可能没见过的 还有这张 你们可能看过 那个这张 这个可能没看过 这个反正 我们很多时候呢 比如说 商业插画是怎么样 比如说 项目西要你画一张什么风格的 那你得画 比如说项目西要画一张这个 那你得画 你画不出来怎么办呢 那你就滚蛋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你只要去画 那画的话呢 那就变成 你几天时间给你画 那你得画出来 所以我当时呢 你得在这段时间里 都去研究一下里面的人物 比如说古朴的 更古朴一点 人物呢可能有点坨 脸是很长 这种 有点脚有点微曲 所以把这种特征记下 然后再画出来 然后画完之后呢就变成了 画到这里也变成有点像 像联王画的那种人物 有时候画的画就变成怪怪的 但是当时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也是一种挑战的 至少我在我的一个 作品集里面呢 多出一张风格非常 区别非常大了 然后我觉得我 我可以再讲讲一个 大概构图上的一个东西 就比如说 我在构图的时候我会先 我不会去考虑 直接考虑动态 还是考虑这个构成元素 比如一个人物 就当做一个点 这个当做一个点 把这些点呢 安排在这个画面里头 有大有小 安排好主要的 然后这些更多的只是 考虑这种构成 然后比如说这些人物呢 零零碎碎这么多 但事实上呢 这些只是 也是安排一些点 就好像我安排只是一个头部 点出一些头部 然后让这些点呢 形成一种构成 就是有点像浪花一样的 这样的 等我这边 我有所呈现的出来的 就好像这边是人山人海 一个人浪这样堆过来 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是我想表达的这种情境 所以我就点出这种关系 点出这种关系 点出这种关系的话 也有时候 然后这种削减 慢慢削减到这个暗部里头去 形成一个面 这边也是 而人物呢 就我们很多都按照这种 情境来安排 有的人往前 有的人往后退 有的人这样 然后头 这个视角 他们的人物的一个头部 他都按照这个 往这边看 这是视线产生的一种 质量关系 这个有些构图 其实有些有很多 比如说 需要 比如说这种是 质量关系 但是这个属于构成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 现在讲估计你们也会 听得有点乱 好像东西 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但事实上 会听 你听太多反而越来越乱 这个 这张是画的比较早 但是就画了这张 然后呢 讲了一个这样的构图 事实上在这张 应该说 没什么想法 但是这张画的时候 时间倒挺快的 可能一周时间 但画得很细 主要是这样 因为我更多只是 表现一个动态 这样的情境 所以这个情境呢 其实 比较好构思 我还画一些 类似的这个 这个女的 这样的女性角色 画一个 然后做一个这样的切框 构图 其实我觉得 怎么讲呢 就好像我应用的 其实是很基本的 就好像 一组进物 我把进物呢 把主体的安排 它的大小 安排在哪个位置 就 我随便拿这张啊 而且这个是主体 那回到这个主体的话呢 这些点 会形成一种构成 你就要错落什么的 这些关系要做好 这个构成呢 不要太正正方方的一个形式 这些点呢 是一种元素 这些元素呢 就变成了一种 它会 我们会把这些元素 联系在一起 就好像比如说 这是一个黄色的一个旗子 那如果这边 如果也有一些黄色旗子 我们会把这黄色 联系在一起 形成画面的一个 一个骨壳 或者说一种构成 这是一个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更多的是考虑的是一个 有时候我 当我 构图是比较凌乱的时候呢 我可能会有一些骨壳 去把它串起来 串起来 比如说我们 当我 当我画面呢 比如说安排了很多元素 这个是很早以前画的 但是有这些树的一个线条 它就是画面的一个构成 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些树线条 它基本上是凌乱的 而且毫无联系的 包括像我看 看那个我有一张 这个 这根这根这根 其实是画面 画面骨壳的 的线条 因为没有这几根 画面是 比较没有力度的 所以我去安排这样的框线 安排这样的一个树线条 那这种其实我觉得像这个 看看这张 这张呢 孙悟空跟这个蝎子经 其实没什么联系的 那我用什么样 把它联系在一起 用这个锁链 这个锁链呢 就把它串在一起 构成了三个人的关系 所以 就是这样的一个去安排它的一个 如果这个去掉 你会发现 好了这个 其实 这边其实没什么关系 而且没有一个众生 而且没有人物之间的联系 当然我还得安排这个线条的变化 比如这种线条变化也是一方面 比例呢 怎么去飘动 飘动起来是什么感受 其实我很想做好它 像比如说这张你看 我很多时候呢 我很想画一个仰视 但发现人太多了 仰视画不了 就经常会逃避一些东西 所以也不是说我 很多东西都驾驭不了 慢慢的变成了 有些东西就 变得有点那个束手束脚的 那这个 那动态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透视 假如说 你在画的时候呢 懂得怎么去安排这个几个 比如头部 胸腔 额躯干 有不同的一个方向去做 然后还要去考虑肩膀的可动性 有多强 它可以往后走 往上提 当你手臂抬起的时候呢 你注意一下肩膀的位置 当你身体转动的时候呢 把手往前的时候呢 会伴随身体的转动 手往上抬的时候 会伴随身体的那个倾斜 这个其实一种内在的一个东西呢 是你要去考虑的 有时候画动态 经常画的动态不明显 动态有点坐坐 有些动作好像做出来 但是好像也没做出来 其实跟这种内在的一种韵力有关系 所以你多想一想这些 就会 动态就会注意的比较好 就好像手臂抬起 它会伴随肩膀的一个变化 有时候我们很多不考虑肩膀的变化 也不考虑一些很内在的一个东西 这个动作所形成的 只是一种很片面的 很形式上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考虑的一个点 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动态 像比如说我这个画 有时候我画一个动态 其实要推交很久的 这是一个动态 这个动态呢 它的内在 它有内在的一个规律 比如说手臂抬起 它肩膀伴随肩膀的抬起 然后呢 但是我这个身体呢 是按照这个马的角度 但是呢它刀要扛起 比如说要抬起 要扛过去 它肯定要伴随这身体的转动 身体转动 然后手肯定往后 往后的众生关系会不会画 这个就涉及到一些透视上的一个关系 有手往后 你要想得到手是往后的 但是你可能画的时候就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不是一个 一个动态不好驾驭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呢 比如说 我们以前有一些医用人体 一些一些那个木偶轮 我们可以用木偶轮摆出一些很好看的动态 但是我们画就画不了 其实跟透视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往往是透视不会画 而导致呢动态不会画 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就主要是这一点 看来还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反正我觉得 透视不会画 我觉得像人体 很多都是自由透视 我简单举个例子 那有时候画东西都有 在这个直播上 有点紧张 不到能不能画得来 我看一看 比如说 动态 透视不会画 比如说我这样画 这是一种透视 但透视呢就我们 我们去把握的话呢 就是把握一个 几何体 更多是把握几何体 比如说这样 这样的角度 更多只是把握几何体的一个角度 反正这里过来 这加一定的透视 然后 再加上一定的动态 就一点点透视的款式 然后再加上一个 比如说 它是什么样的角度 比如头部是往这边朝 身体往这边朝 这个可能有点倾斜 在这样的一个角度 但是这种就有一定的透视了 一定的透视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更多的是把它理解为一个几何体 这边有很多细节 比如说工三工二什么的 不要去考虑 考虑那么多动态就画不了 但是我们画动态的话呢 比如说画透视更多的是把它简化 简化成什么呢 简化可能简化成这样的一个关系 最快 最快 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就这样去考虑 更多的是考虑 它是一个 就是手臂往后 那应该怎么走 那只要你画出这个 集合体 那如果抬起 还是集合体 比如说它可能就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关系 如果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那就这样走 手臂往 可能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如果比如说 这肩膀往上抬呢 那肩膀往上抬呢 这个肩膀需要在这里 然后再加上这块 这样的 然后比如说 我这手臂呢我想要什么样的角度 我可能是这样的角度 然后手掌这样的 所以什么角度都可以 基本上更多的都是透视 透视 很多都是透视的关系呢 我们可能把握的不是很好 所以导致那个 比如说动态很难啊 什么的 更多是这些了 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 就是练习好这个自由透视 就是把这些 你看比如说画一些方框 各种角度的不同的方框 你画完之后呢 确保每个角都是90度 你不要画完之后 就比如说画完之后呢 这个集合体是歪歪扭扭的 很变形的 其实这个有点难啊 所以真的你要画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 我倒是觉得挺难的 但是你要去学这个 你所谓说你动态有时候就是这样 因为往往都是那些非常简单的东西 在左右你啊 你导致说这个不会画 这个动态 动态都是大一点呢 就不会画 但事实上呢 往往很多东西都 比如说一个人站在这里 手臂 手抬起 往你的方向朝 这个很难画 但是这个动态或许没有一个大的一个透视 但是这个手就是大透视 可以这么说 所以一旦有动态就会有透视 很多透视是这样 色彩光眼其实我觉得应该多看一看 大透视其实也是尽量多画 因为我觉得我们要知道说 比如说有的初学者很容易去勾轮廓 勾一些 我们更多的是把一些透视 透视呢整出来 更多的是把透视整出来 更多的是把透视整出来 怎么样去对待 怎么样去那个 如果把这些都完全理解为 几合体 我觉得动态呢 就很容易把握 很容易把握 然后那个 这个我觉得更多的一些理论的东西呢 主要的就是为了那个我们的一个能够去呈现 我们理论的东西就是要内化成我们苦子里的东西 很多很多知识点其实有时候呢 看似无关紧要 或者比如说我觉得有的知识点 都是很孤立的 但是对于一张画来讲 这些知识点呢都是相关联的 比如说树苗 明暗关系呢跟色彩的关系 又是相关联的 比如说我举这些例子 有一些调子呢稍微一点点偏差 这个颜色将是错的 所以这些又同样的又很感受上的东西 就一点点偏差就是错了 这又是有很感性的东西 所以说感受上的东西呢 又我想把它阐明讲得清楚一点 那这个时候呢我用画的方式 放画的方式让你去体会这一点 就好像我是在怎么样去推敲出来的一些调子 有些调子是对比出来的 就好像比如说我特定的一个氛围观里头 很多调子推敲出来的 当你们看到我这个按部的一个颜色选择的时候 你会明白这一点 我希望说这些东西能够帮到你 然后希望说这些东西真的你能够运用起来 这个才是我主要 我讲这些主要是有这个目的 但我觉得有些东西也不用 我们也不用说一下子了解太多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 就好像比如说 我觉得今天我所分享的这个东西是很重要 不知道有时候东西不知道时间太短 有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有讲得不清楚的地方呢 就是 多谅解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 我倒是很想把这个东西呢 完全全的分享给你们 让你们从中受益 当然有些我觉得在光影 这个方面呢有的有不少 已经懂得挺多的 这个就那个我觉得就好好努力 反正我这个这些都是一些 我觉得可以都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但基础呢 其实往往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呢 传统美术的一些理论呢 可能涵盖的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们有数字艺术 这个媒介 我们可能更多的 可以特效出一些新的东西 这些新的东西的经验积累呢 也是可以说拿来交流分享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 大家一起进步的一个 那今天感谢大家 过来也非常 因为今天主要是大家上班也很累 这抽空呢过来听 我觉得这个非常感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5秒 6秒 8秒 hour 3秒 勉尼 8秒 5秒 3秒 5秒 V6秒